各位观众安倍晋三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是在今天下午的4点40分左右呢 是宣告不致死亡 而根据NHK的报导呢 他是在这个奈良的医科大学的家户病房接受治疗 但是这个治疗是没有得到效果 而他现在是已经证实死亡了 而根据日本媒体的最新报导 其实呢安倍的夫人安倍昭惠 所以他是在3点56分 在日本时间3点56分的时间呢 抵达了这个现场 抵达了这个奈良医科大学的现场 而在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呢 当地就已经宣布了安倍晋三的死讯 而安倍晋三呢 是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10点半左右呢 在奈良的大河西大寺车站前演讲时呢 遭到枪击 而目的者表示呢 安倍当时枪手是开了两枪 而安倍是在第二枪的时候 胸口中弹倒地 而且流血不止 一开始的消息其实是说呢 歹徒使用的是自制的散弹枪 所以造成了安倍左胸附近命中的束发子弹 其中还有一发是命中脖子 而这或许也是安倍的致命伤 不过那梁县警方表示呢 他们现在在现场发现的是自制的手枪 而他们在经过这个整个调查之后呢 现在是初步研判 嫌犯是今年41岁的山上彻野 而他也是住在奈良县当地的民众 而这位山上彻野呢 其实他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呢 曾经有三年的时间 他是日本 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服役的 而他退役之后呢 其实山上彻野呢 为什么会犯下这一次的犯行 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他对警方的公词可以说是反反复复的 因为他一开始说呢 他是希望置安倍于死地 因为他相当的不满安倍晋三 不过后来呢 他又说其实他的目标是一位宗教团体的人士 但是呢 因为这位宗教团体的人士 并没有出现在现场 再加上他的整个公词呢 其实相当的反复 他还提到呢 其实他对安倍晋三的施政 其实没有特别的意见 所以日本警方现在是在猜测 这一位山上彻野 或许是因为他的整个精神状态 其实是有问题的状况 所以才会犯下这一次的犯行 不过因为呢 他的自制的手枪呢 是近距离的命中安倍晋三 所以安倍在送医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已经失去了意识和呼吸的心跳 而日本政府也多次表达 其实安倍的生命状态是非常的危险 所以他们也立刻安排安倍的夫人 安倍昭惠前往奈良的医院来探视 而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呢 是在台北时间的三点五十六分左右 安倍昭惠是抵达了奈良的医院 而在大概一个小时过后 也就是台湾时间的四点四十七分左右呢 安倍晋三就宣告不致死亡 以上就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